大家好,又跟大家分享股票的时间 记得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视频 还记得我们第八班,真的没有停过我们开班 第八班,下个月开始 这些投资是一个真正的小投入,高缓步的投资 记得不要错过这些机会,加入我们的第八班课程 今天要和大家讲这只内房股,叫警卑民邦集团号码 它们在2019年年尾上市一年后 不论大市升、大市跌,基本上股价原地踏步 动都不动,其实我刚刚做这个影片时一看股价 2.16,因为刚刚升了,之前我一看的时候是2.16 正正就是上市价 当我一看完之后,这个世界就刚刚得了 刚刚到最近股价移动 单日最高升了10% 收市时,又回升,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大家自己猜 收市时终于升了4% 那又怎么样 其实呢 我们在半年前曾经介绍过这个股票 這隻是屬於內訪的真真正應的瑞伙山 到現在瑞伙山終於好像有些爆發跡象 所以想出這條片提醒大家 其實公司的背景相當雄厚大股東 陳詩銘就是瓦居樂副主席陳卓妍的大公子 公司是由瓦居樂的前骨幹成員組成的 手上的項目也有瓦居樂的幫手 在裸地和融資上當然有一個絕對優勢 是否一間這麼老牌的內訪公司 上市前除了獲TCL控股 中洲富力時代中國合景貸富 內訪大股東以私人名義認購之外 厲害 還獲得吉利汽車行政總裁貴生穴 英朗集團壽歌 楊壽成這些一堆名人去支持 景業明邦 有眾聲拱照 如果以炒股來說 都可以算是一個挺有吸引力的故事 而當時我們觀察到 景業明邦在剛上市的時候 反應相當濫淡 超額配售低到沒有人有的 沒有回撥 而國際配售都只有輕微超額應求 最後令到頭25大股東拿了99%貨 好 以為著點 以為就是在古人分佈 超級極度集中 質地非常好 莊家搶稅 炒上去 絕對沒有困難 要看回大市環境 受到中國三條紅線的政策影響 內房這個版塊來說 還是真心說持續受惑 很多公司都一身 不過景業明邦的債務情況相對健康 欠的債主都是來自大股東的 免息債款 所以在融資能力方面 景業明邦明顯是軟性的 其他對手單差相對少 選手爛腳的可能性也是相對低 因此我們都一直認為這個股票 具備各項成為倍升股的條件 而且風險相對低 萬事俱備 只欠東風 等到現在股價終於有些異動 所以有可能是一個起飛的時間 不過始終未清楚見到莊家做事 所以我們真心說 建議大家少住入市 凡真少住移情 雖然很低 責主錢都是什麼 我們要拼命 所以希望大家 都是小住移情 不要為了一棵樹 放棄整個森林 好嗎 希望這個影片幫大家找到一隻好股票 記得繼續支持我們這個頻道 好嗎 subscribe share我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的link 報班 還有加入Telegram Group 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